你好 今天为你解读的是《丧中为谁而名》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是40万字 我会用约20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解书中的精髓 如何通过改变态度来提一生生活品质 如何鉴别真正的爱情 以及怎样拥有一双认识人性的火眼金睛 大多数现代人的情感纠纷以及心理矛盾 都是受自己对周围环境态度的影响 那今天我们要说的这本书的主人公 罗伯特·乔丹恰好也是如此 《丧中为谁而名》对他内心活动的描写 在文中占了大量的篇幅 文章显示其内心的反思就是对生活的一种反省 说到《丧中为谁而名》 就要谈到他的作者海明威 对于海明威你肯定是特别耳熟 她是美国作家 记者 出生于奥克帕克 她在瓦隆湖接受了洗礼仪式 海明威的童年时光大多在瓦隆湖的农舍中度过 小时候喜欢读图画书和动物漫画 听各种类型的故事 她喜欢模仿不同的人物 对缝纫等家世也很感兴趣 海明威的母亲希望自己的儿子 能够在音乐上有所发展 但是海明威却承喜了父亲的兴趣 比如说像打猎 钓鱼 她18岁之际就成为了美国刊诚新报的记者 正式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 她一向以文坛硬汉主称 她是美利坚民族精神封碑 她的作品以及她的文学影响力 在美国文学史上乃至世界文学史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被认为是20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 那么海明威写出《丧中为谁而名》这本小说的灵感 来源于什么呢 其实在1937年至1938年 海明威就以《占地记者》的身份奔波于西班牙内战前线 作为记者随军行动 她见证了世界先进分子与法西斯的斗争 最后却以失败告终了结果 继而有了《丧中为谁而名》这本著作 海明威在自己人生阅历的不断丰富下 开始形成了自己的死亡观 永别了武器是她对死亡的初体验 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 她在这次战争中受伤了 因此对于死亡有了阴影 但是在《丧中为谁而名》中 海明威的思想和对死亡的认知得到了成长 直面死亡这个主题 她本身对死亡的态度也有了巨大的转变 同时这部小说给我们的启迪有 一 调整好对待生活的态度 会提升你的生活品质 二 内心是鉴别真正爱情的不二法宝 三 学会认识到人性的多样性 是一门重要的技术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从以上三个方面来讲解本书的内容 第一个方面 也就是这本小说的第一个亮点 即主人公对生死的态度 即生死观 一个了解生命的人 可以延长生命的意义 也会将其用在某件 能比生命更长久的事物上 调整好对生命的态度 即拥有正确的生死观 可以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 那生死观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啊 就是对于生和死的态度 生和死是人生的起点和终点 在生的时候 我们会遇见许多美好的事与人 一生中总会遇见三两知己 一个至爱且愿意共度一生的人 正因如此 据调查表明 极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死很可怕 也认为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终点 那什么叫做了解生命呢 通俗来说啊 就是你知道 自己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也知道你终将会离开这个世界 简单来说 就是你懂得生命 仅仅在于短短百年之间 那什么又是有意义的生命呢 也许有人觉得 自己遵循健康的作息时间了 自己也有努力的目标 而且每天都过着充实的生活 这样就是生命有意义了 其实啊 并不是的 你所做的只是让你自己忙起来 忙到不会思考生命的意义 植物的生活可以净化空气 动物的生活可以满足人类的需求 这就是他们生命的意义 那么你的存活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呢 大家都知道 城市的美容师 每天凌晨在人们还在酣睡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工作了 他们的意义在于 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好的环境 为绿化事业助力把力 科学家进行科研 造出有益于人类 有益于地球的产品 他们的意义在于提高了生活的质量 那现在你觉得自己每天用满满的任务充实生活 你的生命就有了意义吗 不知道大家没有想过 为何意义这两个字总是会用深远来修饰呢 因为意义所涉及的群体范围从来都是大范围的 广阔的 这就是深 同时意义的效果是在长久中得到体现的 这就是圆 所以生命的意义不是把自己的时间安排的满满的 而是你将会为群体 为社会带来什么益处 根据不同年龄层人群对死亡的态度调查报告显示 青少年对死亡的态度呈现出了一定的害怕与不理智的心理 成年人对死亡的态度趋近自然接受的状态 对死亡的理解成熟 不再特别忌讳提及死亡 老年人对死亡的态度比较受社会经历与生活态度的影响 相对乐观的老人对死亡的理解趋近客观 真实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的生死观各不相同 同时同个年龄阶段的人 由于受到社会经历 个人心理以及精神状态的影响 也具有不同的生死观 石铁生曾说过 生命之美不在于一幅完好的山区 死亡不会让勇敢的人畏惧 反而会让勇敢的人越挫越勇 看待生死的态度就取决于自己的内心信念 一个让自己生命有意义的人 是不会畏惧死亡的 比如你已经学会了骑自行车 你还会担心自己仅有的自行车的老化或者报废吗 你经过几年的书法训练 终于练出了一首好字 你还怕没有纸和笔吗 所以当你能够明白自己生命的意义以后 你就不会忧心 自己的生命何时会结束 当我们拥有生命的时候 有一个必不缺少的条件 我们应当勇敢的保护它 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分钟 小说中不断的谈到了死亡 比如安莫森的牺牲 巴伯罗的背叛致使战友们死亡等等 席勒说人生不过是一瞬间的事 死也是一刹那的事 死的过程确实就在于那几分几秒 没有人可以永远的活着 但是怎样的死才有意义 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生死观决定了你的生活态度 改变你的生活态度 可以提升你的生活品质 由此看来 生命不是简单的呼吸氧气 而是活动 南宋末年首都林安被援军攻入 丞相闻天祥组织武装力量 坚决抵抗 失败被俘之后 援朝劝他投降 他写了一首诗 其中有两句是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担心 赵韩清 意思是说人总是要死的 就看怎样死法 是屈辱而死呢 还是为民族利益而死 他选择了后者 要把这片中心记录在历史上 文天祥被囚居在北京 一个阴师的地牢里 受尽了折磨 援朝多次派人劝他 只要投降就可以做大官 但是他坚决拒绝 终于在公元1282年被杀害了 他的生死观就是延长生命的意义 狗活不如撞死 在日益发展的现代时期 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 一位中年男子在医院 查出了癌症初期的病症 他顿时就呆住了 这对他来说 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 正值人生幸福时期 儿女双全 夫妻和睦 父母健在 这不管发生在谁的身上 恐怕都会有一些难过 但是他特别畏惧死亡 即使还有挽救的可能 他仍然觉得自己是必死无疑 整天精神恍惚 最后遗憾的患有了幻想症 从高楼跳下 奔向了他以为的安乐场 这位中年男子的结局 是多么的令人心悲 村上春树说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 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这一部分就是你的生命的意义 如果你一生碌碌无为 你当然就不会有这样的一部分 庄周说 世子若生者 烈士之永也 人应该坦然的面对死亡 死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那份怕死的畏惧感 生命成可贵 这句话是正确无疑的 只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死亡 当我们无法挽救的时候 就应该坦然的去面对 一个人 如若没有正确的生死观 那么他的生活态度 必然是萎靡的 生和死是人生的两个点 没有任何事情大于他们 一个惧怕死亡的人 做事必然是畏守畏尾 就像是一个不能见光的畏缩小人 他的心态以及思维 都会只考虑小我 不会顾及到大意 那么在他的生活中 就会遇到一些人情冷暖的事 生活因为态度而变得颓废 长期的恶性循环 那么他的生活也就平淡 且无意义了 终日只知 白白浪费时间 简单的认为生命还长 今日推明日 相反 一个有正确生死观的人 就会在活着的时候 充分去体验生活的美好 大我的思想 就会在心里扎根 平时就会多顾及集体利益 在面对困难 甚至是死亡的时候 就不会畏首畏尾 那么在生活中 他就不会被任何困难所打倒 只会越挫越勇 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 对于生死都能够处置淡然 那还有什么困难 能够值得畏惧呢 还是那句话 自己的生命有意义 就不会畏惧死亡的到来 有正确的生死观 就会有积极的生活态度 就会有好的人生 通过养成正确的生死观 端正对生活的态度 那么你的生活品质 也将更上一层楼了 生命与爱情 通常是一个人人生中最美丽 也是最重要的两件事 那么接着生命这个话题 后面我要说的第二个亮点 就是纯洁炙烈的爱情 以及什么才是你想拥有的真正的爱情 我和玛利亚在一起的时候 我爱他之身 使我觉得自己确实像要死去似的 我从来不信会这样 也不认为会有这种事 所以假如把七十年换来七十个小时 我现在觉得也很值得 张小贤说 爱情使人忘记了时间 泰格尔说 你若爱他 让你的爱像阳光一样包围他 并且给他自由 莎士比亚说 爱情里要是掺杂了 和他本身无关的算计 那就不是真正的爱情 小说的主人公罗伯特乔丹 没有戴着有色眼镜 看待玛利亚 而且不介意 他在战争中被侵犯过的过往 最后对他奉上了自己的真心 最美好的爱情也是如此 爱的是心 因为门当户对的婚姻 不会有爱情该有的样子 因为年龄到了的原因 而在一起的一对 不会体验到爱情的真挚 爱情要先有爱才能有情 爱是简单而又复杂的 简单在于爱使我们不断靠近 复杂在于爱只会在合适的时间 因为对方恰好的特质而吸引你 这个合适通常来的不容易 大家可能都听过 三年之痒 七年之痛这句话 人们通常用它来描述自己失败的爱情 但其实这不完全是时间所带来的问题 真正的爱情是不拘泥于时间长短的 罗伯特乔丹与玛利亚的爱情 就发生在三天之内 可是看起来他们却好像一对 相恋了数十年的爱人 就如罗伯特乔丹所说 愿意用七十年换取在一起的七十个小时 阳世朗读者节目当中 鲜花骨夫妇是一对来自于四川的平凡的夫妇 他们经过了二十六年的爱情长跑 但仍然是甜蜜如初恋 只因女方殷洁的一句话 男方周小林就给她打造了一片属于她的鲜花骨 天地太大 人太渺小 不是所有的亮丽风景 我们都能够拥有 只求有一道令自己流连忘返的风景就好 千千万万人中 有一个陪伴到老就好 也许只有在老电影当中我们才能够相信一见钟情 相信死亡带来的对爱情的忠贞 相信一辈子不会被磨灭记忆 但是在文中 罗伯特乔丹与玛利亚就是一见变定终生 情意相投下的相见恨晚就是爱情 时间在回忆的洪流中显得太渺小 时间的长短并不能代表感情的深厚 曾经在美国学院里徐志摩与林徽因的一面之缘 就使徐志摩坠入爱河 他们之间虽然最后没有在一起 但当时的一面之缘也让他们有过短暂的爱恋时间 心与心的相对就在于那一面 大家比较熟知的明星夫妇 黄磊与孙丽两个人 也就是当初在大学时的一次迎亲见面会上碰面 就定下了情 如今恩爱几十载 鲜花骨夫妇的爱情鲜花 如今盛开满园 他们之间不是青梅竹马 但也相守数十年 不是因为时间的长短 而是感情的日益加深 相反 一些青梅竹马在一起之后不久就分开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爱情的保证不是时间的长久 而是感情的积累 爱情不是最初的甜蜜 而是在繁华退却后 双方依旧不离不弃 邪和不合适只有脚知道 爱不爱只有心里知道 遇见一个怦然心动的人就会让你魂牵梦绕 如果你遇见一个你觉得相见恨晚的人 那么请你一定要珍惜他 心与心的相投 一生也不会遇见多个 爱情就在于心与心的交流 在于三观的切合 不要因为你们在一起的时间长 所以就认为你们一定合适 爱情与时间无关 与他相关的只是你的内心感情 真正的爱情会使你渴望拥有无尽的生命 与对方在一起 因为你们之间的感情是无法计量的 时间的长短只是代表了享受爱情滋润的期限 而简易爱情的不二法宝 还是感情的深厚 如果说生命和爱情是逐渐成长的人生大树 那么了解身边人 认识到他们的人性就是滋润大树的语录 所以接下来要和你谈一谈本书的最后一个重点 如何认识到人性的多样性 在格林童话里有这样一个关于狐狸和兔子的故事 有一只在草地上寻找食物的兔子 过了很久之后 他终于找到了一根胡萝卜 他特别的开心 此时呢 狐狸刚好路过 烈日下 他实在不愿意去寻找食物 就打起了兔子的主意 他装病躺在树下 气息微弱的叫着兔子过去 这兔子啊见他非常的微弱 就主动把食物让给了他 狐狸拿到了胡萝卜之后 立马一跃而起 一边狂笑 一边逃之遥遥 在生活中 你身边的人大多是兔子的形象 还是狐狸的形象呢 其实他们的形象啊 决定于他们成长的环境 如果狐狸一出生 就在兔子堆里生活 那么他就不会那么狡猾了 所以从一个人身边的一些朋友 就可以看出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具有什么样的品质 人性又是如何 古斯塔夫勒庞 曾经在国外的一个大学 做过一个调查 调查中有一个问题是 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大多数同学啊 多以保一死来描述自己 仅仅有少数几个人 说出了别人不敢说的缺点 另一个实验呢 就是有人伪装成聋哑人 站在红绿灯路口边 有人漠视而过 有人谐言打量 有人主动询问情况 最后他得出了结论 人的言语及行为 都暴露了他们的本性 不同的人 人性也有极大的不同 罗伯特乔丹一生 偶心力血 为战争奉献了自我 这是他的人性 他刚指 他铁骨铮铮 他顾全大局 毕拉尔有着一腔热血 在国家危难时刻 巾帼不让须眉 他有着比男人 还有强大的勇气 巴伯罗曾经有着 那么光辉的历史 他也曾是个猛将 骁勇善战 但是在紧要关头 他却背叛了队友 这是他懦弱的人性 曾经 巴布罗杀的 法西斯分子中间 也有不是罪大恶极的人 他们只是没有立场 他们只是渴望生存 他们的人性 也就仅存于 安稳的生活了 所有的罪恶 都来自于环境 对人性的摧残 环境的改变 是因为命运的洪流 自然而然的 把人携带到远地 如水中漂流的种子 身不由己 我们就像从天空中落下的雨滴 不知道自己将落入哪一条河流 命运一再给予安排和设定 我们都无法预知 自己的生活会发生什么 你不知道你将来会从事什么职业 或是你是否会改变你的职业 甚至也不知道 自己今天拥有的 明天是否还在 有时候你会在地铁上发现 有工人蹲在 或是坐在地上 而不靠近座位 这是因为他很善良 怕为别人带来不便 相反 有些人身穿丝绸 手带金银 却能够做出脚踩座位 这样的行为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 人与人的骨子里的人性不一样 生活差异 成长环境差异 教育方法的不同 都造就了不同的思想观念 但是人性的根本是自身的思想 古人云 人之初 性本善 所有的人性变化 都在于环境的影响 了解到一个人的成长环境 或是他的生活环境 都可以揣测出他的部分性格 对于生活的态度 以及他的内心思想 如此 他的人性如何 就基本展现在眼前了 每个人在各自的疆域生活 就如植物生存在山谷的阴面和阳面 盛开在海边或是草丛中 但都是在自己的区域盛开 因此人性的不同 是各自的心性有差异 与成长生活的环境密切相关 从他周边的一切 以及他的一举一动 都可以吸制他的本性 好了 说到这儿 今天我们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所说的要点 首先我们讲到了 作者海明威的相关情况 以及小说的写作灵感 同时我们也了解了 海明威的一些故事 海明威出生在奥克帕克 海明威的童年时光 大多在瓦龙湖的农舍中度过 18岁就成为了堪称星报的记者 就此展开了他的写作生涯 其次我们讲到了 《丧中为谁而名》这本书的概况 以及作者的写作背景 1937年至1938年 海明威以战地记者的身份 奔波于西班牙内战的前线 作为记者随军行动 继而有了《丧中为谁而名》这本著作 最后我们讲到了本部小说的三个亮点 首先是看待生死的态度决定了你的生活 调整好你对生命的态度 改变对生活的态度 可以提升你的生活品质 生和死是人生的两个点 没有任何的事情大于它们 有正确生死观的人 生活态度必定积极向上 其次是真正的爱情 不距离于时间的长短 情意相投下的相见恨晚 就是爱情 时间在回忆的洪流中显得太渺小 因此时间的长短 并不能代表感情的深厚 检验爱情的不二法宝 还是自己内心的感情 最后是人性的多样 通过一个人的周围朋友 可以检测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人性的根本是自身的思想 所有的人性变化都在于环境的影响 成长的环境不同 必定造成不同的影响 我们应该采取正确的态度 对待多样的人性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总结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想要每天听本书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探书 探是探索的探 关注探书FM 我们不见不散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